大家好,咱们再接一课咱们 大家好 大家好,咱们再接一课咱们讲解一下 怎么样在CableNet 里面去安装我们的一个 Permissius然后一个监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话都大概的也都 介绍了它一个个个的体验 一般情况下的那个Permissius呢 主要分为几大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主程序 也就是我们那个Permissius 然后服务器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 那个NodexPorter 然后的话主要去一个抓取数据的 就是抓取我们的度量值的 抓取我们的度量值 然后提供一个外在的一个接口 那个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像这个和这三个 基本上它都是类似的 都是类似于NodexPorter 它主要去抓取一些数据 抓取一些度量值 然后的话提供出来一个端口 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个Permissius 去通过这个端口和IP地址 去获取它的一个度量值 然后的话再一个一大部分 就是一个我们的UI 那个通过一个UI的话呢 我们去去Permissius上面去取数据 然后来显示出来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警 高警级别的话呢 专门认证风筹 我们的一个 那个有故障的话 会使用 然后进行一个email高警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从下面一直往上面来进行安装 因为那个后面的这些组件 都是要依赖于一层层的进行依赖的 你要是那个先安装其他的话 你肯定都看不出来什么效果 不知道我们到时候安装的是有没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来先去那个安装那个第一部分 就是一个那个nodexporder 来看一下 嗯我们安装的话呢 我们是那个直接是跟别人使用的一个 别人写好的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email文件 可以看到 大概将近3000行 3000行的话呢 我那个因为它这里写的都写在一起来 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比较难理解一点 所以说呢我这里的话 我都把它这个大文件 然后进行了一个拆分 嗯那么咱们等我切分出来的话呢 嗯大概也那个也有差不多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5141520也差不多有120个文件吧 嗯20个文件的话 咱们这样的话呢 嗯来去那个嗯一步一步的进行安装 然后的话才能知道 然后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 嗯首先是我们去安装一个那个 嗯那一个拨点 然后这一集 这边呢 然后的话 嗯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是一个 嗯一个部署 那个那个demo set的一个部署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服务 嗯都这一件 大家可以看到 这因为是那个 嗯学过那个k8集群的人 应该是比较清楚一点 你假如说没学过的话 可能你安装这个k8 在k8的面积安装 可能的话就是有一点 嗯有一点吃力 这时候的话 你还是建议你必须要有一个k8的基础 然后那个才能去 那个做我们的一个操作 嗯前提的话呢 我们的准备环境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都是 那个已经嗯 那个安装完 然后我们的k8的集群 然后使用的是一个k8的ATM 然后进行安装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 那个是那个测试级别的 然后的话 这样安装的话呢 不容易出错 然后的话 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测试 只要保证 然后我们的环境是正常的 嗯 所以说那个你前提的话 你自己要安装完一个k8的集群 我们来看一下 嗯该等到的是 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一个must的节点 这个must的节点的话 嗯那个 安装的有插件 我们来看一下 pods 然后-n cubecdm 嗯 它这里面这个安装的 有一个DNS 一个ETCD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不用管 这是另外一套 那个以前的一个监控 我们就那个 这个不用管它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API 那就是一个controller 然后的话 就是一个那个Fland网络 嗯 下面的话就是也代理 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 是一个 嗯 还有下面这个 我们Dateboard Dateboard的话 你可以也不用管它 这个 InflowDB 然后的话 这个是 这他们三个是 以前是一套 专门的监控 嗯 这个Telan的话 我们也不用管 Telan的话 我们是一个梦作 那个Helm一个安装的 嗯 还有一点 重要一点 要说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 已经安装了 安装好了一个 嗯 嗯 NX的controller 我们看一下 GET 嗯 该这个 那个 嗯 还是我们是 看一下 那个 嗯 英格威斯 NX 英格威斯 嗯 嗯 嗯 来看一下 嗯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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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写反了 应该是 英格威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的一个 嗯 也安装了一个 那个 NX NX 英格威斯 Controller 然后的话 大家的话 这个也要 已经要安装上去 不安装的话呢 我们这边 嗯 通过一个 Web界面去访问我们 那个Graph的时候 你这边的话 可能你这一步 可能做不了 你不安装的话 你可能你要使用一个 NodePoder IP 然后去访问 嗯 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要使用一个域名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直接是使用了 英格威斯 Controller 然后的话 由于我们这边是 主要是重点是去介绍 我们的一个监控 那个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嗯 你对于你有那个 KPAS基础的话 你安装这个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就不会再去介绍 一些那个 KPANET里面的一些知识 嗯 好 那个关于那个 那个我们的一个前提环境 那个呃 交代呢 我们就 嗯 先说到这里 然后的话 我们那个下一节的话 我们就开始真实的进入 然后嗯 各个组件的安装 我们都会那个分成一个几大块 嗯 刚才也那个大概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些那个先去 先去安装这一个 一个NodePoder 然后呢 再去安装 嗯 我们的一个 嗯 另外一个去取我们的一个赤板数据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他的一个状态 那个一个那个 一个MATIC状态 我们这边的话 会放在一起 然后进行一个安装 就是专门一个 嗯 节点还是一个Poder 去他们取他们的表扬子的 我们这里会进行 嗯 专门放在一起讲解 然后的话 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开始去安装 嗯 Permitials 然后就是那个装一个主服装 装主服装 装完主服装的时候 他都应该可以去抓取 他的一个那个 嗯 MATIC之类 装完之后 我们那个 这个开始进行 去安装我们的一个图形界面 那个 安装完图形界面的话 我们都会完全能 能看到我们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呃 完成的一个状况 最后一步的话 我们去安装一个 嗯 嗯 安装完我们节目管理系统的话 我们会测试一下 然后看能不能正常 那个发动一个邮件 这是我们那个 整个一个安装步骤 好 那个我们就 那个这里 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